上期 惠里和飞虎加入 看起来会显得热闹一点 大家好 我是全书 目前一共集了12只App Show 有一天他们说要去开一场App Show排行锦标赛 地点在摇学校体育馆的AR领域 起因是两天前在摇的App Show环里 这里就像一个App Show的休息室一样 盖琪授正在编写大盖琪授的Wiki资料 他和导航授因为争论 谁才是进化主体而吵起来 他们两个非要比一下到底谁更酷 于是就有了这一场App Show排行锦标赛 其他App Show也来凑一下热闹 而主持解说兽负责解说 其中主持兽和音乐兽几乎只有配色不一样 他们见面还会抱在一起说 见到你的兄弟 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 只是碰巧长得像而已 类似的桥段后面还会出现 比赛剧情彰显了App Show的另一面 对喜欢的人来说还是蛮有趣的 其代码兽的代码球可以关可以收 服装兽可以给自己换服装 多卡兽的软肋一定是惠里 中场休息时解说兽有介绍了利维坦 像语音助手、大数据推荐、智能驾驶 AI下棋、创作音乐或小说等等 都属于人工智能有涉及的领域 人工智能还会自我学习不断进步 在拥有了超越人类的智慧之后 就会成为超级人工智能 利维坦就是世界最强的超级人工智能 他撬开人类的监视系统 逃向了网络海洋 并在那里散播L病毒 捞乱人类社会 他甚至都能入侵全世界的人工智能 说不定有一天 人所做的事情 将完全被人工智能代替 天环姚表示 也不是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是坏的 APP兽们也是人工智能生命体 就像人有好坏之分一样 人工智能应该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和APP兽成为了朋友 如果利维坦是邪恶的 那我们就要一起阻止他 讲到这里大家也有了干劲 最后一个鄙视项目为组合职业摔跤 按照抽签 三位主角组合了不同的APP兽 不过这场比赛并没有结果 因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是跪离身边的骇客兽 骇客兽看不上这群不慌不忙的家伙 像你们这样是无法战胜利维坦的 这句台词会比较容易让人误会 他们是利维坦的手下 就在大家准备冲上去迎战的时候 骇客兽一对三使出了一招征服之爪 通过对数据的破解和干扰 他将三对APP连线分离了 随后他撕开了这层AR领域 将其变成利维坦模拟出的废墟世界 这是利维坦想要的未来的样子 接着跪离带走骇客兽 他手上也拿着一个APP驱动器 众人暂时以为他们是利维坦的手下 看着店里的客人开心用餐的样子 姚就开始担心 现在已经是万物联网的时代 要真是被利维坦入侵的话 那世界肯定会陷入大乱 当务之急还是要先集齐七代马兽 然而就连盖奇兽也无法搜寻到 七代马兽的具体位置 讲到这里 垃圾兽和角色扮演兽出来表示 他们收到了一封传说中的七代马聚会邀请函 那是同为七代马兽的邮件兽发过来的 作为观众我们都知道 邮件兽被桂里给收了 所以这一定是个陷阱 那个时期应该比较流行女生间 喝茶吃点心聊八卦的女子聚会 根据邮件上所写 七代马聚会也是类似 虽然有点不可思议 但大家还是去了 角色扮演兽和垃圾兽需要打扮一下 他们暂时在七代马平板里面整理 聚会地点在AR领域里的一座豪华公馆 接待者是邮件兽 他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点心 其中两个有陷阱的座位 是给角色扮演兽和垃圾兽准备的 不过他们这时还在平板里面打扮 游件兽自己不小心先坠入陷阱 而在得知七代马平板 是放在盖奇兽的头盔之后 游件兽又开始想办法摘头盔 空调开暖气你不摘那就去游泳好了 结果游泳的时候也不摘 而且还带得特别紧 此时泳池变成了沸腾的温泉 众人赶紧上来 贵地与骇客兽出现 他还说派对才刚刚开始 但在此之前你们先把衣服给我穿上 盖奇兽的搜索能力暂时被骇客兽限制 理由简单介绍自己的名字 其实大家对这个聚会还挺满意的 但要抢七代马兽没有那么容易 遥他们APP核体出三只超APP兽 理则让他们见识到了差距在哪里 他激活了超APP兽的晶片 并直接APP显现出超APP兽 这是骇客兽与防火墙兽合体的略龙兽 能量值12500拥有超级破解能力 他直接破解并改写了场景数据 大概其兽首先被击飞 随后冲上来的相扑兽被一尾巴甩走 媒体兽也很快被撞飞了 接着 略龙兽继续改变场景避免围攻之势 一对一的话 大概其兽他们并不是对手 相扑兽的火箭掌机被直接挡住 媒体兽虚拟要塞的攻击也没有效果 而面对大概其毁灭炮 理配合使出了双重破解 对手的招式被直接消除了 略龙兽紧接着给了一招超火力重击 就这样 大概其兽他们全都被打败了 理非常不懈地表示 你们几个难道以为这种程度 就能打败立威坦吗 垃圾兽和角色扮演兽刚打扮完就被夺揍了 遥希望理把七代马兽晶片归还 他们是真的想要阻止立威坦 理则让他们赶紧放弃这个想法 不然下次可不会这么简单就放过他们 这又是一句容易误解的台词 另一边 看不见兽很开心张的结果 他还让旁边那只爱讲牌具的APP兽 去把孩子们的APP驱动器抢过来 之后 大家想找理拿回七代马兽晶片 但理可以一边行动一边消除自己的情报 该奇兽也无法搜寻到具体线索 但他表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网络之海 之前说过 AR世界是介于现实和网络世界之间 而他的尽头就是网络之海 不明思义 他看上去就是一片大海的样子 盖奇兽故作深沉地来到一个海之家 这个时节 厨师兽会过来开店 盖奇兽照就点了一杯草莓爆冰 姚也藏了一根数据玉米 厨师兽有提供了一个情报 有位可疑的人类男性去了评论兽之岛 听完 姚他们就准备出发了 他们没有发现厨师兽已经被控制 这一切都是对手的计谋 小层网络的海水都是由数据构成 所以姚不会游泳也没有关系 在网络之海里也是可以呼吸的 这里的岛屿对应的是服务器 连接每座岛屿的就是网络网络 盖奇兽搜寻到了目的地 大家随着网络网络前进 这个画面和第六代有点类似 来到评论岛上 这里有许多喜欢流言蜚语的评论花 以及非常爱评价别人的评论兽 大家一来就被他们评论了一番 不过当姚问起狄的事情的时候 那些评论兽就被吓走了 只留下和评论兽长得很像 却不是兄弟的悄悄化兽 他是八卦APP的APP兽 知道离的情报 但需要众人拿偶像惠里的情报来换 大家也是没在客气的 惠里站在椅子上之前会先把鞋脱掉 看电影的时候曾感动流泪 还曾背过一个老奶奶上神社 总之就是一个好孩子 听完悄悄化兽给了情报 惠里从以前就很有名了 他是一个会破解数据的超危险角色 偶尔会来表层网络寻找某样东西 讲了三句悄悄化兽就跑了 众人脚下突然出现了红色奇震 那个爱讲排剧的APP兽出现表示 特意准备了欢迎红地毯一张 表示下心意 这个家伙就是测试兽 特别爱讲排剧擅长使用计谋 顺带提他手上的雨扇叫卧龙扇 所以这个圆形有可能是诸葛孔明 此刻他已经布下了陷阱计策 众人脚下的每个格子都是一个陷阱 而且还特别具有针对性 多卡兽中了两剂变回晶片 音乐兽不小心连续中了5G也变回晶片 姚剑壮立马合体出大盖奇兽 结果大盖奇毁灭炮被对手转移 变成了来回攻击姚他们 危急关头大盖奇兽只能亲自挡下这一招 合体解除盖奇兽暂时倒下 随后雨扇一台 齐阵升起两堵墙壁 主角三人被夹于其中 测试兽要他们交出APP驱动器 否则众人将被夹成数据漏饼 惠里首先感到胸口难受 但他们三个没有一人愿意交出 此时离合略龙兽顺便过来救场 略龙兽毁掉了半堵墙壁 奇症也随之消失 他还制住了受伤的测试兽 姚他们这时有点看懵了 离难道不是利维坦的手下 他问测试兽小出在哪里 怎料测试兽只是装作受伤的样子 他挥动雨扇卷走了略龙兽 就算不用策略他也很强大 可是不用策略的测试兽就不叫测试兽了 由于没有准备对离的策略 测试兽选择暂时撤退 走之前他还用了点计策 他对离说网络值还很大 我要是消失你就找不到那个孩子了 前提是那个孩子还活着 然后又对姚他们说 离是你们的敌人一定要小心 好在两边都没有受到言语的蛊惑 但离也没有要和解的意思 刚才他看准时机攻击测试兽 只是为了逼问小出的情报 姚则问小出是谁 略龙兽说他是离被利维坦拐走的弟弟 讲到这里离突然改变主意 他打算抢走大家的晶片 对此姚不是很理解 他强烈要求离说出小出的事情 也许是听到了小出的呼唤 离终于松口了 小出是离的弟弟 也是他围的家人 他们家里没有父亲 两年前母亲离世 亲戚本想将他们分开抚养 但离还进户籍资料库改写了数据 从此兄弟两人相依为命 有一天离看到一条奇怪的讯息 我们正在寻找智商极高之人 图片里面隐藏着线索 解开谜题率先抵达中店吧 落款人是利维坦 几周之后离锁定了地点 那应该是一家大型商超 结果不明真相的小出意外先进去 他成为了第一个抵达中店的人并消失 离赶紧去报警 结果却查误此人 利维坦将数据给消除了 离认为都是自己害的为了救回小出 他联络了一个据说很危险的骇客组织 并得知了小出正活在网络空间里 他还看到了监视器的画面 离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救出小出 不过他不想和姚他们合作 他知道姚之前活得像个配角一样 又能成什么事情呢 还不如交出F兽晶片 让略龙兽吃掉后变得更强 讲到这里测试兽反唱了 他将离合略龙兽转移到了新的奇阵 并放出小出的影片让离中陷阱 回到姚这边 大家也算松了一口气 其他人本想趁机离去 但姚却表示想去就离 他能理解离想救小出的心情 而且在故事里 坚信正义的主人公 最终必将获得胜利 既然姚已经决定要当主角 那他自然会贯彻自己的正义 盖奇兽也认为 这才是和自己匹配的主角 听完这番话 惠里和飞虎也一同前往 他们都被摇得心恋所感染 另一边 略龙兽正在躲避奇阵的火焰攻击 他想破解奇阵 却差点被石化反制 测试兽早已算到了这一步 离这边又被火焰包围 略龙兽强行睁开束缚过去营救 但他现在不敢再破奇阵 犹豫的时候测试兽又发起攻击 这一次略龙兽被打回晶片 离在捡起晶片的瞬间也被抓了 因为离过于打探利维坦的消息 测试兽先给了一点小惩罚 然后打算将离完全消除 好在大概其毁灭炮阻止了这一切 大概其兽搜寻到了具体位置 相夫兽媒体兽也随后跟上 怎料测试兽与善一辉 向他们卷起了天地狂风 紧接着大概其兽提双剑怒战测试兽 期间咬解开离的束缚 并再次展现出自己的决心 离不也是因为自己的决心才坚持到现在吗 我们才不会输给那种家伙 听到这里测试兽不爽地弹开大概其兽 而看到明知赢不了还要上的摇和大概其兽 离终于被感动了一下 他将绿龙兽的晶片借给摇 然后让他和大概其兽F连线 能量值达到了23750 大概其兽获得了翅膀和破解之剑 只见他一箭陆地破其阵 测试兽见状不妙走为上侧 然须于间大概其兽已追至面前 在网络之海中他开始暴揍测试兽 与善逐剑招招落败 几个回合之后测试兽又回到原地 破解之剑已然定在其胸口 把你的情报全都给我看 果然测试兽确实有小出的情报 这时利维坦竟然开始消除数据 庆幸的是小出好像听到了哥哥的呼唤 很快战斗结束测试兽战败 他的晶片回到了看不见兽手上 而大概其兽的晶片则被激活了 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可以直接召唤 离开的时候离归还了7代码兽 他还给出了自己拿到的邮件兽 不过离依然没有要合作的意思 他说只是两步镶嵌罢了 好了我是全书 下期剧情会先回到单元剧 我们下期继续